原标题 向太自爆悲惨绅士 刚上大学 情情欲利的她 却被母亲卖给五星抵债向太原名陈兰 是香港知名电影人向华强的夫人 向华强夫妇与早期十分红火的香港娱乐圈有太多关联 也有很多版本关于他们的故事 故事里的事说是旧事 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 向华强是一个形式低调 寡言少语的娱乐圈大佬 向太则是比较开朗 爱说夫妇二人为人颇为仗义 与李连杰 刘德华等都颇为交好 在刘德华的事业低潮时 不得累了 向太一下给他几千万 让他去还债 欠条都不用了 用向太的话说 这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年轻时的陈兰 美帝不可放误 其容貌甚至不亚于当时的很多港片女神 12月13日 向太参与那第一综艺节目时 面对镜头 他诉说了自己的悲惨绅士 家庭变故 向太说 自己小时候得了白血病 那时候的自己满身插着罐子 还好毒水 配对成功 向太的妈妈很常爱 无限 两次嫁人 小时候的陈兰时常上学搞第一名 然而每次拿着奖状回家 却从来见不到母亲 母亲应该是又赌钱去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 陈兰已经成了庭情玉利 青春靓丽的大姑娘 她的生母却赌输了很多钱 于是想把她卖给歌廷抵债 陈兰不同意 于是她的母亲让她的爸爸跪下来求她 求她同意以身抵债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也许是那个时代 都可以使人丧失最基本的良知 无奈陈兰选择自杀 最后被救了 陈兰说那一刻自己想通了 自己死都不怕 还怕傻 也许从那一刻起 陈兰就变成了向太如今的性格 仗义 敢说敢做 俗话说得好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也许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生活都不容易 生活给了每个人太多的磨难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苦尽甘来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伤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